自从7月份奔跑把节目第5季播出完毕后 不少网友和粉丝都在等待节目的最新安排 特别是由于限于令的影响 很多媒体都爆料 跑男不仅要退出黄金档 而且8位固定MC会有人退出 并且还要改版成明星加速人的模式 虽然这些传闻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也有部分内容也算是有鼻子有谱 但是跑男节目组却一直没有做出澄清 特别是有关于8位成员能否再次齐聚第6季的问题 更是用了隐含的话语做出说明 只不过就在昨天 李晨的电影空天里在南京举行见面会 会上有位跑男的爱好者就大胆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而且全部都是和跑男有关的 也许是当天李晨的心情非常不错 该观众首先问到跑男第6季都说要停播 但是有没有最新的录制计划 针对这个问题李晨也是回答的相当痛快 就是在2018年的春节前后 跑男将会开始第6季的录制工作 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嘉宾人选问题了 特别是陆地夫妇 陆寒与热巴能否再次回事 但是估计受到了保密条款的限制 李晨在这个问题上说的是相当隐晦 但是他表示大家喜欢的人应该都在 估计跑男8人组是有89又会重聚了吧 虽然此前大家一直都担心 跑男第6季不能顺利录制 还要推出黄金档 但是就在前天奔跑吧 还获得了年度品质电视节目大奖 足以证明业界对他的肯定 所以说按照目前的进度 只要没有大的意外 跑男下一期节目应该会如期地出现在大家眼前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及广儿图童量 Edwards 广儿图童长 是对什么 的 而ש 例如和